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有修行的 他的手 心 心肠越软的 他的手就越软了 持人心很重的 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的 告诉诸位 往生以后 这个身体很快就僵硬的 这个百事不算的 我们去祝念的时候 那个平常做善事 有念佛 对三宝有信心的 不照口业的 身口意清净的 每天都在佛门里面 用功啊 拜佛啊 念佛啊 做善事的 推广正法的 那个一往生呢 告诉你 有的人好几天 他的身体都是柔软的 柔软的 那么 我们去看以前一个大辽的 一个大辽的 啊 凤山在京几个大辽 刚刚往生断气 那时候是似乎才在家居士而已啊 去的时候人家说 哎呀 邻居士啊 我们要去祝念 我说 啊行 我们去跟人家祝念 去的时候 哇 守 早上死的时候 啊 早上没有起来吃早餐 啊 他们家人认为说 啊 老人家让他多睡一会儿 早上十点多 已经死在里面 死了几个钟我都不知道 结果这个关节完全撑不开 就这样子 啊 我这个人就不怕尸 尸体啊 人家说 哎呀 邻居士啊 你这个比较懂啊 怎么办 我说 哇 我摸摸看 结果那个手啊 硬了 那么他们那个家人啊 很着急啊 就跟他讲 阿爸啊 你身体要放软哦 就跟死人讲话啊 好好的穿衣服哦 好走哦 一路好走 讲了老半天 他的手还是这样子 结果硬穿 衣服要硬穿啊 结果说穿到衣服 到这个地方就是卡住 衣服就是怎么样子 用任何的角度咱们穿就是穿不进去 啊 那师父呢 那时候 呃 佛法呢 懂一点皮毛哦 我就跟那个 呃 居士讲说 他的家人 说 我有 我有看过这一方面的书 说碰到这个关节 僵硬身体 身体没办法穿衣服的时候 用这个热的毛巾呢 把它热敷 来 然后慢慢的哦 慢慢的哦 知道吧 哎 好他就去 听我的话 就是 用那个热的毛巾来热敷 用热敷 热敷 热敷 啊 因为不想了 死了多久了 身体全部都僵硬 昨天好好的 今天 身体就全部都僵硬了 啊 你看到 鼠马 往生了二十四个小时了 第二天换衣服的 全身还是柔软的 他一天就练三万声 南马阿弥陀佛啊 对不对 也不认识字啊 啊 他每次我告诉他说 哦 修马修马 你要练习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啊 领薪水的时候 要写名字啊 他说 写 我跟他讲说 哦 你乞得我呢 乞得我呢 这个字啊 写靠近一点 他说 你要笑我 我的书全部让你读完了 你还要笑你妈妈 我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啦 怎么会笑自己的妈妈呢 我说 乞得我 乞得我 不要理都乞得我呢 林 无 朗 士 所以你看啊 修马 不把理 然后我就叫他 南马阿弥陀 南马阿弥陀 他就认真念佛 对三宝 你看 哦 那修马对三宝出家人 恭敬得不得了 还摘一身啊 我给他钱他拿去摘一身啊 不错 借花献佛 这法师来啊 去供养啊 是不是啊 他就是非常的赞叹三宝 所以他往生以后 你看 善根具足 福德的具足啦 因此呢 说到这个道路缅 柔软 说我们柔软心 就会感到柔软抱 好 记得极乐世界 却极乐世界人的心 一定要跟佛相应的 佛的心就是柔软心 慈悲心 喜舍心 是一切功德 从喜悦心而能获得 因此我们从这个佛的三十二项 也能了解佛的心 为什么 柔软啊 极度的柔软 意思就是不能有嗔恨心 不要一天到晚 吵架 分化 搞小团体 攻击伤害 这个都 就对极乐世界的心啊 不相应 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柔软些